西双版纳机场吃饭贵不贵 一看价格 直接下退了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西双版纳的机场 可以看到前方的后机口挺多人在后机的 而这个视频主要就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西双版纳机场的消费 因为我听完有说比较贵 那到底是不是呢 去看一下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吃 前方有这个鲜花饼 这边有这个 杂饮 杂饮就算了 这边有这个 珠宝 没想到在机场还可以卖这个珠宝的 因为西双版纳的话 这个珠宝也是比较有名的 因为靠近这个缅甸嘛 前方又是这个鲜花饼 前方是这个银饰的 没想到在机场还可以卖这个银饰的 前方有这个重庆小面 不知道什么价格 这家又是一个珠宝店 前方奶茶跟书店 前方奶茶跟书店 具有这一家这个重庆小面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价格 你看到吃的价还挺多的 有点贵吧 看到没有 六十多块一寸 我的天啊 去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 前方没有了 在这边看到一家 购物店 还有前方一家过程米线 再去前方看一下那家过程米线什么价格的 实在太贵了 一份重庆小面都要 五六十块 选都不敢选了我都下头了 看到别也没有 我吃泡面了 还是泡面比较性质比高啊 前方又是吃泡面 前方有一家 几亿1984年的过程米线 我们去看一下什么价格 我猜应该也不会便宜 啊 情况好 算了 一份都要四五十块 太贵了 那就再演一下吧 那目的地再吃吧 那大家觉得再吃松吧 那地产吃一个饭 都要四五十块 这个价格怎样 贵不贵 有什么闲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